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巴厘岛都去不了了 你们在干吗呢 老婆 你要不是今天这么精心打扮一下 我都快忘了你有多美了 讨厌 我等这一天都等了十年了 终于等到你单位放假 我们一家三口可以出国 我当然要打扮得美美的了 是不是 果果 你怎么带这么多玩具啊 果果 老毛病又犯了呀 巴厘岛是不是不想去了 这果果是太兴奋了 他忘了带作业了 是不是 快去拿 走走走 干净干净 把所有的作业都给我带上啊 来 你就知道蠢的 幸亏就这么一个孩子 要是再生一个的话呀 我得气窍生烟了 你要再生啊 最好给我生个女儿 女儿听话啊 要生你自己生去 好好检查一下 护照都带起来了 都带了 我说你 你不会就打算穿成这样上飞机啊 这路上那么远 等到了巴厘岛 你这身衣服都没法看了 我带了好大一项漂亮的衣服呢 这结婚十周年啊 我得好好地纪念一下 要是一切顺利的话 半夜两点半啊 我们就能到巴厘岛了 坐车车到酒店小蜜一会儿 刚好赶上京巴拉海滩的日出 我不要看日出 我要吃上个大餐 打房子大楼下 平安等着我啦 你 我看是你在等着他们吧 你这个小吃货啊 你出个野错的什么样了 来吃 这种坐机号码啊 一看就是搞推销的 今天就算是联合国来电话 都没用 是不是我在这儿 你不方便接啊 你又胡说什么呀 有什么不敢接的 我要免提给你平安 喂 你是祭平安吗 是我啊 你哪位啊 我是西埔派出所的 你认识一个叫刘洋的人吗 刘洋 哪个刘洋啊 刘北的刘太阳的洋 安徽金站人 我认识 我认识 怎么了 他呢跟人打架 现在在我这里 他说他只认识你这么一个上海人 能不能请你到派出所来一次 真是不巧啊 我今天呢要出国 现在正在去机场的路上呢 这就不好办了 你要是不能来的话 我们只能对他实施行政处罚了 这么严重啊 那 那好 那我马上来一次吧 刘洋就是你当初资助的那个孩子 是啊 这也不知道出什么事了 非得现在去 我看这时间啊还宽裕 我那去一趟 很快就回来 你带着果果去机场等我呗 这个电话比联合国还重要啊 这个刘洋在咖啡馆打工 这个刘洋在咖啡馆打工 因为同伴举报他偷钱 他就把人打了 还有他把咖啡馆的磨豆机摔坏了 是他吧 好像是 好像 是这样的 他呢是我资助的一个贫困生 我也只见过他以前的照片 我们先去处理吧 我赶时间 据说 这钱不能赔 我根本就没有错 是他污蔑我 喂 刘洋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你动手我是亲眼看见的 警察也都看过监控了 现在有了帮手 你想耍赖了是吧 刘洋 刘洋 刚才我们可是做过别度的 你偷没有偷钱 我们可以再调查 但是是你先动手的总会策法 还好人没有什么事情 对吧 否则你赔钱也走不了 季先生 把关锋中和手机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家里的事 你看刘洋这个态度 我们要看怎么处理 这样吧 医药费一千 那才几起一万是吧 我来陪 我微信付给你 行 可以 行 天官 我能带他走吗 不行 你还没跟我道歉呢 你如果没有偷钱 你应该跟我道歉吧 刘洋 你动手打了人家 给人家道歉 我凭什么跟他道歉 就是他欠造 手机把我摔坏 他有钱拿 钱就是你拿的 手机也是你自己摔坏的 关我屁事啊 小伙子 到底是谁拿了钱 警察会调查 没有证据的话不要乱说 你怎么来上海了 对不起啊 弟叔 今天连累你了 其实你不用帮我还钱了 你这叫什么话 我再问你一次 你到底有没有拿咖啡馆的钱 如果我真的拿了 我就不会让他们 给你打电话了 那就好 你要记住 以后遇事啊 千万别那么冲动 你住哪儿啊 我送你吧 不用了 你 你走你的吧 你给我留个电话 有事我好找你 我会还你钱的 那个 我有你的手机 好吗 等我真的钱 我会来找你的 好吗 好吗 别做作业呢 还不是腻热的好事 看你这嘴嚼的 都能挂香肠了 气死我了 本来这会儿 我都可以在飞机上睡大觉 一觉睡醒我就会 看日出吹海风吃海鲜大餐 可现在呢 你们大人都是说话不算数的 放心 我们明天再出发好不好 那些大螃蟹小龙虾 都等着你呢 一个都不会少的 你吹吧 你吹吧 什么情况 多云转阴还是狂风暴雨啊 我看一下超级台风 这行李都拿出来了 这明天还得出门 装进装出多麻烦啊 明天去哪儿啊 奉献一日游啊 老婆 你还生气呢 你机票改签了没有 航空公司你们家开的呀 说改就改呀 机票我已经退了 酒店我也取消了 你取消干吗呀 不就是晚去一天吗 这一天能晚吗 明天还去干吗呀 纪念我们结婚十生年 零一天 你这主意不错啊 挺别开生面的 你一个人去别开生面吧 你嫂子是把我嬉皮笑脸的 我今天一肚子气呢 谁让你走了呀 柳洋的事 派出所怎么处理的呀 赔了点钱 多少钱 一万出头吧 放心 他说了会还的 算了吧 你当我是三岁的小孩啊 对不起老婆 今天这不是突发事件吗 好歹我是刘洋的资助人 我要是不出面 派出所把他拘留了怎么办 帮人帮到底呀 你说他不是高考刚结束吗 怎么就莫名其妙跑到上海来 这孩子脾气倔也不肯多说 我找机会再好好问问他 你还准备找他 你失手蘸面粉还蘸得不够啊 咱们不说他了行吗 还是说说咱们结婚十周年龄 一天的纪念日吧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现在就去订票好不好 不好 我告诉你 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既然巴地岛去不成了 咱们俩也回单位把假消了 这件事啊 不要让你欠我一辈子 外婆你好 在外面就听你咚咚咚的好 是不是这里不及眼耳啊 对呀 比奥运冠军还不及眼耳呢 来 外婆给你买的巧克力冰淇淋 谢谢外婆 妈 妈 吃了没 吃完了 就敲外婆猪杠是吧 哪里敲猪杠啊 我这是特意买来的安慰果果的 我说你们俩 这巴厘岛计划了这么久 怎么说不去就不去了 什么啊 是不是为了外地的这个孩子 外地的孩子是孩子 我们家里就不是孩子了是不是 就为了外地的孩子 伤自己家孩子的心 我都不知道你们俩怎么想的 哎 小帅哥 长得真讨人喜欢啊 你之前在哪里工作啊 我在咖啡厅里做过 那适合我们的呀 那后来为什么不工作了呢 他们冤枉我 冤枉你 我最讨厌这种人了 冤枉你什么 他们冤枉我投店里的钱 一万一千块钱 你那钱是疯刮了的是不是 你有那么多钱 你给我聊好了 走走走走 我去置办一套唱戏的行头 你也落一个孝顺女婿的好名声 行 妈 您看中哪套行头我去买 行了 行了 他不用你买呢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救急不救穷 那种穷地方出来的人 你难道要帮他一辈子呀 哎呀 那终归是个孩子嘛 能帮尽量帮一把 高中毕业了还是个孩子 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啊 你这样出手 他还会再来找你 缠着你 他这就叫引狼入室知道吗 妈 您能说话稍微小一点什么 是不是肛火旺火气怎么这么大呀 我就是火气大 一早上就是不顺 早上去公园去唱戏啊 突然来了几个老太太 在那儿跳广场舞 跳就跳吧 拿了一个那么大的音声 在那儿哇哒哒吵的嘞 我好心好意地跟他讲 那声音轻一点啊 或者是到别的地方去跳去 你猜他怎么跟我说的 公园是你家的 凭什么不让我在这儿跳啊 你说有这么不讲道理的人没有 就是 后来我们几个姐妹商量好了 明天我们多去几个人 如果他再这样无理取闹的话 就把他音箱那个线给他剪掉 妈 您多大岁数了 还准备跟人打群架呀 你什么时候能向着我说话一次啊 干嘛这胳膊肘来往外拐呀 我这不是像的 真是要气死你亲娘了 简直是你这 行行行行 你走 那你们俩聊 我去 我还得上班呢 妈 我去你别生气了啊 月然不是这个意思 他想说的就是大热天的 您能别人生气气声多了肚子胀 看你这个傻女性我气更胀 我丑话说在前头 前三个月每个月两千不包住 三个月以后的工资呢 就看你的表现了 能行吗 没问题 你也看到了 我这儿的生意主要是在晚上 要营业到凌晨四点 你吃得消吗 吃得消 如果你觉得我可以的话 我今天晚上就能来上班 我还没问你呢 你干过这一行吗 你这又点头又摇头 到底什么意思 我 我没做过 但是我可以学的 原来你是个新手啊 这可不行啊 你要是没有工作经验的话 这活你干不了 我这儿的生意这么好 我要找的是一个熟练工 哦 平安 院领导决定科技员项目 你先放一下 暂时回家休息 举报信的事 我们会调查清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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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了 真的 上海找工作就是这样 没那么容易的 别气了 对了 午饭吃了没 没什么胃口 这怎么行啊 我刚好也没吃 想吃什么 我们一起叫个外卖吧 别别别 我真的不饿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你这不吃饭哪有力气找工作呀 今天我请你 过几天找到工作 再回请我不就得了 我给你点了啊 谢谢你啊 马蒂 对了 你当初是怎么找到这份工作的 我啊 我开后门进来的 这家我妈老板 就是我们老家的 看来是有熟人好办事啊 可不是嘛 你昨天被冤枉 不也是你熟人帮你摆平的吗 要不你再去找找他 我听得出来他是个好人 肯定还会在帮你的 算了吧 人家对我已经够好了 不瞒你说 我昨天啊 是真的没有办法的 才想起打电话给他的 你不知道 我见到他的时候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你问问怎么了 他要是帮不了你 那也就算了 刘洋 我比你大两岁 你别嫌我说话不好听啊 出来找饭吃 就不能太顾及面子 有时候该低头还得低头 哪位啊 那个 姬叔 我是刘洋 刘洋啊 你找我有事儿 我想跟您见一面 现在吗 对 您有空吗 你把地址发给我 我来找你 刘洋 刘洋 姬叔 您也知道 昨天我丢了工作 那个 我 我 你手机坏了吧 现在啊 都用手机转钱 手机坏了不方便 那 我全都够 就这点 你误会了 姬叔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拿着 姬叔您真的误会了 我真的不是问你来要钱的 其实我 我 那个 你等我一下 姬叔 你跟他们说 我说刘洋 你这是闹得哪出啊 姬叔 昨天在派出所 我态度不大好 您别放在心上 你也知道自己态度不好 那你就把这个欠条收下吧 你帮我付了那么多钱 家人也一定很担心 你把欠条给他们看 你跟他们说 我一定会把钱还上的 行 欠条啊 我先收着 别怪我啊 前段日子太忙了 没顾得上问你 今天高考怎么样 考 考得不好 姬叔您就别问了 你到底考了几分啊 反正没考上啊 没考上就再考呗 你才多大呀 有什么了不起的 谢谢姬叔关心 那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你 你 给你 干嘛 买给我的呀 你不是一直说要换个新手机吗 我今天路过手机店就给你买了呀 你不是一直说要换个新手机吗 看看 想贿赂我 什么叫贿赂你 我这不是犯了错误吗 总得表示表示 看看 这也差不多 知道买手机请罪了 算是啊 那还有这个 那还有这个 这什么呀 你吃个汉堡还找我报销啊 你打开看看 金欠季平安人民币一万一千元整 历子微拒借款人刘洋 这不是你资助的那孩子吗 是啊 你又去找他了呀 是他打电话给我的 我以为又出什么事了 见了面 他就给我写了这个欠条 还一个劲跟我道歉 说他昨天态度不好 看来这孩子人品还挺不错的呀 是啊 他才多大呀 一个人来上海 挺不容易的 那 把卡换上 试试新手机 你以为这样我就原谅你了 赶紧换吧 对了 今天你去单位削驾上班 你们单位的领导有没有给你发糖啊 你以为我们单位是幼儿园还发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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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我问一下 这上网是不是要登记 是的 请问您要上网吗 我不上网 我打听一下 今天有没有一个叫刘洋的人来上网 你是刘洋的朋友 算是吧 我知道了 你就是那天在派出所帮他那个人吧 你怎么知道的 是刘洋告诉我的 他在上海就你这么一位熟人 刘洋出去找工作了 他不是把之前工作给弄丢了吗 这边请您坐 刘洋他经常来这儿吗 不瞒你说啊 他就住在这里 主要是为了省钱嘛 有时候也帮我干点活 我也就象征性地收他一点钱 昨天见到他 他一个字都没提 跟你见面也是我出的主意 本来想让他找你帮帮忙 介绍份工作 可他一回来跟我说 见了你根本就说不出口 怕你误会 干脆就说是来给你送借条的 他这个人太老实了 面子薄 在上海吃不开的 要不咱们加个微信吧 行行行 以后刘洋要是有事 直接跟我联系 行行 你叫什么呀 我叫马丁 马丁就行了 马丁 对 季叔叔 你怎么来了 找你讨这儿来了 来 多吃点 谢谢季叔 来上海这些天 还没好好吃过饭吗 工作找得怎么样啊 还顺利呢 顺利就好 啊 季叔这 这手机是 你那天不是说 手机摔坏了吗 这个你就拿着用吧 那可不行 我手机又不是你摔坏的 我怎么能要你手机呢 这是个旧手机 本来也要淘汰没用的 你现在找工作 手机坏了不方便 好 季 scissors 你不是还欠着我钱吗 你拿着这个手机 我也好联系你 那行 那我就当先进来用 谢谢技术 这手机不错呀 刚买的 我拿我钱买呀 这是那个上海朋友给的 我没说错吧 有个熟人就是不一样 而且我一眼就看出来 他是个好人 对你也特别好 说实话 我不想他对我这么好 为什么呀 他资助了我七年 我曾在信里跟他约定过 一定要考上大学 但这次高考 我也考砸了 本来呢 就想出去打个工 给家里振分补贴 根本就没有想过 有麻烦技术 但 但他现在对我越来越好 我的心理压力 也就越来越大 总是担心 他会对我失望 把工具那样的 他喜欢你 可以 对我 找到 就能够 因为我们的 联想 我们的联想 鸣雨 和她们的联想 拿着联想 快点 解锁了没有啊 早就做完了 今天我都检查过了 只错了一道题 是吗 那也差不多 对了 我回家前啊 把刘洋的事安排了一下 也算是聊了一桩心事 季平安 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咱们能不能少管点 刘洋的事啊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可我总是有些放不下 你说那孩子 我资助他七年了 我资助他 就是为了能让他考上大学 有个好的未来 这也是我资助他的目的 也可以说 是我跟他之间的约定 可我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 我是既心酸又不甘心 那你还想怎么样 养他一辈子呀 别的事我帮不上忙 但眼下 我总得帮他在上海 安顿下来吧 他身上没钱 只能住在网吧 网吧的环境 你又不是不知道 不是长久之计 他要找工作 手机也摔坏了 我还给他送了个手机呢 你还给他买了一个新手机呀 不是 不是你昨天换下来 那个旧手机吗 这事是我不好 没跟你打招呼 先斩后座了 你看着我 难怪昨天晚上跟我献殷勤 特意给我买了一个新手机 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 这你可冤枉我了 完全两码事 就算没有刘洋 我也得给你买新手机 你是我老婆呀 我不向你献殷勤 向谁献殷勤啊 那好听的话 都让你一个人说 行 让你继续烧你的菜吧 你不知道这段时间怎么了 一闻到这种油烟重的味道 我就有点想吐 能不能给我烧点清淡的老公 我喝点粥就行 行 辛苦了 我先去换衣服 谢谢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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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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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